北一公路从4月份开始在19.1公里到23.1公里处实施区间测速科技执法 针对行车速率超过60公里的违规车辆优先取缔 而在4月1号到4月7号期间违规的车辆总计68辆 比起宣岛前的违规率大幅降低 降幅达到97.8% 成效相当的不错 新北市警察局也再次呼吁用路人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超速违规才能够确保行车安全 由九万十八拐支撑的北一公路从4月份开始 在19.1公里到23.1公里处实施区间测速科技执法 并且在执行前的2、3月份大力宣导 因此在清明廉价期间 经统计4月1号到4月7号行车速率超过60公里违规的车辆一共有68辆 违规率从10.73%下降到0.24% 降幅高达97.8% 行车速率超过60公里之违规车辆既有68辆 违规比率比宣导期前大幅降低97.8% 交通事故方面 于区间路段内无事故发生 显现大多数用路人 于该区间路段内均能一线速行驶 大大提升行车的安全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在这段期间违规车辆的类别以机车最多一共有52辆 而过去只要是假期这段依照是路段总有交通意外 但在今年则未有事故发生 不过有民众为了规避区间测速会在中途停等 虽然这项做法没有明确的违规行为 但为了维护行车安全 警方表示会在测速路段不定时的实施活动式测速照相取缔 对于本项作为虽然没有明显的违规 但是对本身及他的安全毫无注意 也不会提前通过区间路段 对本身旅行的时间也没有注意 因此本局规划于区间路段内 不定时规划实施活动式区间照相取缔 以避免违规行为 对于本页公路的区间测速 当地里长相当的肯定 隔头里里长高国泰就表示 现在有了这项科技执法 的确大大改善了超速违规的问题 也避免了意外发生的遗憾 同时建议可将平邻段也纳入执法范围 设这个区间测试我们是非常肯定 再来可是我是建议说从这边过去之后 再往平邻方向要再震设 所以我们都是基于安全考量才设这个 所以有些基于我们限制在这边 可是要提亮这政府的用心良苦 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 北一公路区间测速的用意 是希望驾驶人以稳定速度行驶 减少事故发生 未来是否在增设路段或者是扩大范围 则会再行评估 但仍珍重地呼吁用路人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范 别一时逞快受罚伤的荷包 最重要的是要安全出门安全回家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